另外一个部分我请立将军来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北约峰会现在有说 首批这个F16马上就要送到乌克兰了 但是泽伦斯基说太少了吧 好另外一个部分 他们也没有这个飞行员 培训的速度根本就来不及 同样的还要来关心 美国跟德国现在已经发了联合声明 美国要在德国部署远程飞弹 要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这个部分所代表的意义又是如何 这个这次北约峰会有一件很重要 大家在讨论的事情就是 要怎么样帮乌克兰继续撑下去 后来他们讨论一个结论是说 原来要大家募款一年1000亿欧元 然后来帮乌克兰撑下去 结果最后这个讨价还价结果 是400亿的欧元 等于说史托腾伯格现在在化缘 这个各个国家里面每一个分担一部分 但是问题是说现在整个欧洲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已经在很明显的向右转 这些国家来讲他不愿意出这些钱 所以说是这个泽伦斯基现在其实 他很担心 如果说一旦是川普当选来讲的话 他大概就被当弃子 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那从F-16战机来讲 其实我个人蛮期待的 这个7月份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次的F-16大战苏凯战机 这种场面立刻在乌克兰战场 我们本来很期待 会不会在俄乌战争之中看到坦克大决战 结果那个场面没有看到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或许我们有机会看到F-16大战苏凯战机 那我特别要讲 这个这两款战机来讲的话 苏凯的35S跟美制的F-16各有长短 那美制的F-16战机它强在哪里 它强在我们不可会言 美国制的飞机来讲 F-16它虽然说是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它的火控性能 还有航电系统 或者是这个导弹的性能 都要优于这个俄罗斯的苏凯35S 都要优于它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它缺点在哪里 因为目前来讲 它只有20个飞行员 那你说你20个飞行员 你能够飞几架 泽伦斯基说这个数量太少 问题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飞行员 它在亚利桑那州 美国帮它培训了飞行员 它一直抱怨说你培训的人数太少 那美国亚利桑那州跟它怎么讲 说不是只有你一个国家要培训 我们要帮很多国家训练飞行员 所以你的流露来讲的话 你只能训练20个 那我想后续以后会不会说是 这个北约国家用这些的这种 就自愿军的方式来帮它飞飞机 那苏凯35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航电系统 它的导弹系统没有这个F-16好 可是它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后续可以看到底说是 量多比较重要 还是执金比较重要 但是呢北约峰会今年定出 除了很明确的挺乌克兰到底之外呢 也有剑指中国大陆 直接说了中国对俄罗斯给予军事支持 甚至还警告中国元二将会付出代价 好当然大陆方面非常非常的不满 另外一个部分呢 要说到这一回在这个平衡数最厉害的就是莫迪 因为莫迪呢在北约峰会召开前一天去跟普丁握手拥抱 好当然呢印度外界解读室是美国遏止中国印太战略关键的一环 那因此呢才会让所谓印度得以在美国跟俄罗斯两大国之间顺利的游走 这个部分我请介大师来帮我们评论一下 对先讲莫迪 莫迪事实上的话 他基本上他在俄乌战争后 他赚了大钱 他们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额啊 从600多亿起今到现在1000多亿了 那基本上这个很吊诡 他买了很多俄罗斯的原油 然后他把他精炼以后他外销他就都卖到欧洲去 所以他也看清楚欧洲人的虚伪 你不会直接跟俄罗斯买原油 那就透过印度来买 所以印度基本上他被这个大英帝国殖民那么多 他知道这些西方国家的虚伪 所以他看今天任何的东西啊 世界的分支他都认为是自己的机会 他才没有在中间想要怎么样 想要去伸张正义或怎么样 替哪一个出头 什么好处他就去做 上一次你记得他的那个外长苏杰森 在这个慕尼黑参加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 旁边坐的是谁呢 旁边坐的是布林肯 然后再过去一个 一个就是说会议的主持人问他说 你这个印度你事实上在发我们这个欧洲的国难财 我们现在在打仗 你去买了一大堆 我们是希望你不要去跟俄罗斯做生意 你买了他一大堆的原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稍微精累以后 又卖给我们欧洲 赚我们这些钱 你不觉得你这个做的是不对的吗 苏杰森怎么回答 大家应该记得还记得 苏杰森笑说 你们应该觉得我很聪明啊 对不对 我干嘛要站在你们之间 站在你西方这边呢 我站在你西方这边有什么好处呢 你有好处我就站过来 没有好处对不起 我就要怎么样 以我自己利益为优先嘛 所以他这次去了这个普丁 事实上很多西方人也只能骂 比如说泽伦斯基又说 你这个去啊 你这个是对普丁对俄罗斯侵略 我们乌克兰最大的怎么样 最大的什么一个负面的因素 你在帮助一个侵略者 你叫啊 那个这个莫迪去还不去一天了 还去了两天了 然后呢普丁很高兴啊 带着他到自己的庄园里面 开着他那个电动车 带着两个握手握手言欢 这个过得非常愉快 还给这个莫迪颁一个勋章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确实对俄罗斯的经济 是有贡献 他在这个俄乌战中 他才是真正选边站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一点我们倒是看出来了 其实莫迪 他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印度的利益啊 我为什么今天要跟你西方站一起 我为什么不能跟俄罗斯站一起 为什么在你们在吵架的时候 我一定要选边 对我在你们吵架的时候 两边都得利不是很好吗 那这个欧盟也在骂他 然后呢这个北约也在骂莫迪 美国心里面更不是滋味 美国去年把莫迪找到这个华盛顿去 把他捧到天啊 基本上想要拉着他干嘛 一起来对抗俄罗斯嘛 对抗中国大陆嘛 莫迪不上当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看 其实莫迪头脑是清楚的 那俄罗斯最近在欧洲发生了多起治安事件 是所谓俄罗斯莫斯科在背后用所谓的混合战争吗 我是觉得基本上你要有证据 你作为一个北约堂堂的一个国际主持 你秘书长你这斯多伦伯格你也有当过挪威的总理吗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在说话吧 没有证据出了什么事情你都怪到别人 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怎么讲呢 有损北约啊这个国际组织在国际上面的这个所谓的 大家对他信赖了对吧 你要拿出证据的话 那你再这样说没有证据 那你这样说的话大家就说 你这样子是不是在搞宣传啊 你这样子是不是啊 就是故意抹黑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任何机构啊不管你怎么样 在混乱的时代在混乱的局势你还是要拿出证据啦 那不过北约现在我觉得 他会变的啦 我为什么说会变的 因为美国要变了 因为美国总统 政局要变了 美国总统拜登跟这个川普 在对北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南远北侧哦 北约斯多伦伯格 事实上的话你再叫吧 你反正他反而要下台了 不过我觉得北约的这个方向啊 现在都看不准 要等美国大选选完以后啊 就比较清楚 再比较清楚 好 请不吝点赞